歡迎來到我們的恐怖的餐桌 那我們這個餐桌的話就是說食物安全問題 我們吃的食物都是真的嗎? 比如說像是草莓蛋糕裡面沒有草莓 那我們的就是奶茶裡面沒有就是真的牛奶在裡面 那我們到底是哪些都是真的 大概就是我們看前面的那個就是香精 就是我們常常知道的草莓香精還有我們的那個芋頭香精 那這個香精的話其實市面上看到的香精的話 就是想不出來的話幾乎都有 那要說一下就是餐桌上的香精的話 還是在政府合法的使用範圍內 因為他們家的量不多 那我們其實吃進去的話也可以 就是我們身體也是可以代謝掉的 但久了之後呢還是會有一些慢性病的出來 就是可能不是常常吃這種香精的話 其實對身體真的不好 那可以看看這個 這是我們常喝的那個就是汽水 那汽水呢最主要呢可能就是用我們的黃色色素 跟紅色色素其實做出來 那加一點點那個香氣在裡面 就是橘子的香氣在裡面 那還有一點點沙糖就變成我們的橘子汽水 裡面完全真的沒有橘子在裡面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齁 這個東西的話吃多的話 小朋友容易就是沒有辦法那個集中精神 然後可能就是可能常常 爸爸媽媽會罵他說什麼忘了帶書 或是說忘了帶一些東西 那上課不專心 有些可能是因為多喝這種 就常喝這種汽水 那常喝一些香精 然後才會導致助力不集中 不是本身的問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是我們的竹筷子 那就是竹筷子的話就是 那通常都是從東南亞運過來的 所以在過程當中的話 就是海運的過程當中 因為成本比較低廉 所以他常常會就是發霉 或說會有老鼠跟蕩在上面 那在台灣的時候其實看到很白 所以業者為了他那個 因為他漂白劑還有一些防腐劑 那漂白劑的話就是會放二氧化流 那二氧化流的最主要成分 其實跟水座結合的話 它會釋放出就是酸魚的成分 其實我們是漸漸吃到酸魚的 那這個這一鍋的實驗呢 是說你們可以把竹筷子拿回家 然後用熱水煮 它會變成一點點黃色的東西 會釋放出來 那久了之後呢 大概過一個禮拜 就會變成這樣 所以還是這個餐廳 都是告訴大家說 我們食物安全問題 先從自己在環保塊開始做起 那就是桌上的這些東西 不是說不能合啦 就是說少合 那食物安全把關 先從自己開始做起 好 謝謝 好 感謝你 感謝你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